而三支区的樱花祭登场美中不足 一样是因为暖冬影响及眼影开的不多 不过今年活动除了践行、逛市集 还有拔萝卜的体验 加上可以拿好礼人潮依旧不减 双周六三支公所举办樱花祭践行 不过受到暖冬气候影响还不多 好在公所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让赏花民众依旧不会感到扫兴 而户外的休闲之余 还可以逛在地市集 另外又大又美的新院师 更是让一家大小踊跃索取来彩绘 多元的活动弥补了花开少的不足 搭配我们整个的樱花 虽然还没有盛开 但是这是一个序幕 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够常来我们这边走一走 那我们三支这个地区 总共栽植了一万六千株 各式各样的一个樱花 搭配我们原生种的三樱花 今天樱花还没开 但是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到十天 再欢迎所有的各位来宾 再次历龄我们这个三生步道 樱花已经很盛开了 历龄我们所有 等于是说我们三支所有的樱花 就是我们这个三生步道 樱花开的最漂亮 三支区的樱花季已经是三支观光的火招牌 不必等到花开 询问花矿的电话满线不说 人潮更是有限三生步道 而当地的山河社区市集 有在地最新鲜的蔬果以及农特产品 从元宵节过后 社区小农市集更是一天都没有休息 就是要在花地服务源源不绝的游客 也将在地最新鲜的农特产品推广出去 对我们三支的这样的一个樱花的一个向往力 真的非常的足够 那我想未来 我可能会再跟我们的区长做更好的研究 看怎么样把我们这个三支樱花季呢 可以规划的规模更大 可以让更多除了我们在地的乡亲 也可以让新北市各地或是外线市的人 可以来到我们三支来赏这个樱花 今天呢是我们淡水三支樱花季的一个活动的起跑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北海岸最著名的就是我们樱花 那樱花呢因为今年的暖冬的关系 所以这个樱花盛开的状况会延后 所以呢今天虽然看不到樱花 但是我也邀请大家在3月25号之后呢 我们的樱花就会盛开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海岸来看我们美丽的樱花 趁着没下雨的好天气 明淡们也来参与樱花季践行 以樱花顺名的三支区 明淡们也期待 未来要将三支区的观光休闲建设争取 打造更广泛多元的休闲场域 让人潮留在三支 而吉野鹰预计将会在一周后来盛开 公所也欢迎民众这几周要多来三支走走看看 见证暖冬的吉野鹰阵放 记者到平台三支采访报导